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啊 都会出现一种报道 内容很类似 那既然年年都有这种报道呢 我就觉得这个现象啊 虽然是有关部门每年都打击 可是应该啊 在有些地方还有 比方说在这个江苏连云港下头的某个地方 这个镇上 特别是村里更厉害 有一个啊 就是办丧事 跳推舞 就是当地人这个打工仔都知道啊 就是快到清明节就打听 哎哪家死人了 哪家死人了 不一定到清明节啊 就平常谁家办丧事了 为什么呢 说谁家办三事啊 晚上就去那看节目 这家啊 一定要请这个戏班子 比如说当地的习俗是死人 第二天上午出殡 演出呢 就从上午开始 延续一百天 到晚上 达到高潮 一般到晚上就出现这个脱衣舞 那个戏班子的都说呀 拖的精光 而且呢 这个这个脱衣舞的女郎啊 在上面一边跳 一边还挑逗 就是说下边的上来 给我上一下 然后就是说什么唱歌好不好 关键在舞蹈 舞蹈好不好 关键看大腿 那什么就是 把个老头 给请上来 然后噼里啪啦 扒个精光 有时候就把小伙子 扒个精光 这几个女的 就骑在他身上 就搞这个 哎 村民们很欢乐 那么有的人家 还出唱两个戏班子 比如两家办丧事啊 就相隔十米啊 两台 比这个 谁是锣鼓喧天 比这个谁聚的人多 观众更多 说当时一个什么习俗呢 就说这个 觉得啊 要是自家这个 托衣舞的这个表演啊 吸引的人多 就说明啊 人气旺 尤其是岁数越大的 这个老人死了 就越八九十岁的死了呀 越得搞这种演出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人气旺 这家后代啊 这个子孙都旺 这个你说这个民俗 他到底是老民俗呢 还是新民俗呢 你看中国很多老东西 老的丰族习惯 都被毁得差不多了 咱都没有了 说那没有了 咱们就重新建立起 一种民俗 可是呢 跳托衣舞 很显然不是古代的玩意儿 但是呢 这个形式啊 我觉得有意思 你说它是老还是新 我应该不止这一个地方 我据我所知 在中国一些地方啊 尤其是农村 就是有这么一种 你说叫风俗吗 还是什么习俗 其实啊 这个里头你觉得很奇怪 就这个色情表演呢 这个托衣舞女郎啊 把他托得金光吧 后头就是死者的灵堂 这个死人家的人呢 可能还在那儿那个哭泣 但是呢 他们就是要搞这个演出 让这个全村人 全镇的人 都来看 你说这是玩的一个什么调调呢 哎 我说啊 有的时候啊 可能啊 是旧瓶装新酒 为什么呢 你看中国人讲红白喜事 很多时候啊 咱们把这个丧事啊 办得也跟喜事一样 这个挺奇怪 但是你看过去 咱们办喜事 你说办婚礼吧 新娘子一定要哭 你离开这个娘家 一定要哭 感觉一下这个 哭得跟生离死别似的 又有出现了一种 办丧事 就哀伤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不由得想起啊 有一个有学问的人就说呀 说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 有一个不同 说日本人啊 是这个叫悲感文化 或者说哀感文化 说中国人呢 是喜感文化 就中国人很多东西搞得你 分不清他是喜还是悲 你看他这个哭 甚至有些地方 他这个雇人来哭 职业的这个哭上手 那家伙哭出这个琴枪的 一样的这个高亢 他本来是哭自己死去的 这个家里死的这个人 可是呢 他请来的这个人呢 他希望他出现一种啊 轰动的表演效果 咱们要说是表演效果的话 那我就认为他是娱乐价值 就是他要求哭 哭出娱乐性 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 你看有时候农村老太太 他哭啊 你觉得他就像唱莲花烙 他哭着哭着 他像一种说唱 所以中国这个民族 越想越觉得非常有意思 可是我为什么要讲 旧瓶庄新酒呢 那天啊 我跟大家讲这个 敦煌壁画里记载 在唐朝的时候啊 看来有这么一种风俗 就叫老人入墓 这个快死的老人 给他弄个活人坟 让他到这个墓里等死 但是呢 他这个包装的很好 大家看上去啊 这个不是被遗弃的感觉 带着他的生活用品 而且老人他有佛教支撑啊 他到那个地方 他是念佛升天 这个里边佛经也有记载 就说这个人年老啊 甚至说自己走到 这个山野山林之处啊 安然淡薄 就是平平淡淡 平平静静 念佛修行等死 这样能够升天 还有人讲啊 说这个来自于印度的民俗 就当年大唐西域记啊 就唐僧啊 唐宣藏就记载 印度那个地方民俗 就是快死的人 大家把他送到船上 然后呢 奏乐 你看这关键地方 这也有奏乐 他这个奏乐 这个好像有点庆祝的感觉 然后船到恒河的中流 这个船上的这个老人呢 就投水自尽 这样呢 被认为就是升天了 他这么一种习俗 你看我给再给大家看看 就是唐朝的就有这个记载 就说呀 说这个世人死者有座继月 名为月丧 就说死了之后啊 做这个这个演出啊 舞蹈奏乐 就叫做乐丧 乐丧 就是喜 这就是咱说这个喜丧 而且西域民族啊 这个西域的那是一些民族 部落当中啊 有人死亡 男女不论大小都集合 歌舞作乐 就是男女大小 搞party 只有凶家 只有死人这家哭泣 所以你看这是一种 这个喜丧的这么一个鲜明的对比 你看 这个地方你看啊 这就是那个活人墓啊 老人就是临死前就到这个墓里了 你看这个墓是锯齿形的 这是反应是少数民族的墓啊 你看这墓前一个人在跳舞 你看到吗 这个人在跳舞 然后你再看 这个也是锯齿形的 活人墓 这也是少数民族的 你看这个墓的后边 这个是宋代的 宋代的这个画 壁画 你看这后边 墓后边 是不是有一个人在跳舞 他舞蹈作乐 你说这玩意 他就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丧礼啊 葬礼啊 上边的这个气息很有意思 我看这个迈克尔杰克逊死了之后 给他举行那个追悼会啊 挺有意思 好几个人上来讲话呀 就美国人以幽默著称 他们讲这个迈克尔杰克逊生前一些好笑的事情 人们又哀伤 但是又被逗笑了 甚至现在也有的这个人呢 自己安排自己的这个葬礼 就是放他生前一些搞笑的录像 要求亲友们 谁都不准被哀 就要在那说我的段子 哎 就就就就就 大家要要开开心心的 给我办这么个丧事 那个纪录片里还有这么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 说是啊 这个死亡啊 对于我们人来说就像太阳 他这个光芒太强烈了 我们直面死亡 没法直面 我们的眼睛不能直视太阳 不能直视太阳 所以我们要戴着一个墨镜 戴着一个太阳镜片 看太阳 而这个丧礼 这个葬礼啊 就像是给我们戴上了这么一个墨镜 太阳镜的 眼镜的镜片 你看 他这个地方就就是说 他要有某种包装 让我们能够 接受这么一个直面的 这么一个死亡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 我觉得 你看 同样 咱们老人被遗弃在荒野 大家是什么情绪 可是你看到中国古代的习俗 他也是 让老人自己到一山野之处去等死 可是呢 他有这个宗教 还有这个歌舞作乐 有这么一种仪式啊 让我们觉得 这个事情变得 似乎是 得到某种安慰 当然 到了新时代 咱们就有新时代的风格 就脱光了衣服 上去搞色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